格玉佳 《紅角的船上生活》 相互裡面全部擠在船上 有分的時候我們擠在窗裡面 沒分的時候我們跑出來坐在床頭床尾 簡簡化的就是這樣 台灣來的時候 趕快活到壁桿的地方 基本上做不完 那時候我的蛋液刮高收12度 感應一下 用盡力你可以滑 請滿花4、5小時 林家傳民當時在床上是非常驚訝的 岸上沒有一棟房子 多生活在床上 當時有流傳的一句話叫做 一條破床掛破網 只剩三袋擠一窗 突來漁橋換看菜 上漏下漏渡時光 去北村這個到13年 我們就全部上岸 13年到15年 規房要重新改造 房子舊的要扩建 安居工程 國家又給我們625萬.5萬 解決了141戶 政府的政策比較好 我九十年上 一個人補得我們3000塊錢 地基不要我們稅燒 15年放進去吧 三成半 六倍冷凍 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把門房間 安全一點 現在這才比我以前 比床上15多 在好的政策的土石下面 我們這邊才可以 把這個湯添起來 蓋起來這個新的房子 從這裡可以看出 我們上路定基於 三地的房子 第一袋是土木就夠了 第二袋是土道蓋的房子 第三袋是小羊口 每一個小房子 就可以送到學校的土地 依照來看病 這個問題都結了 可以說是環境福利的一個變化 在我們有提供養殖的肥金 一年兩三次 我們村裡面 在從科技做掃 培養一批土專家 來發展養殖生產 養殖即使提供 就是往下養殖 牡蠣釣養 新的養殖方式 不僅幫助村民增加了收入 也避免過激的隨意捕撈 帶來的生代貨幻 改革開館之前的 人均收入就幾百塊錢 現在已經達到一萬八千多了 就是花了好多倍 我們有這麼多自然村 各個基礎實施都是夠這個負賓 沒有負賓我們現在怎麼會找到今天 負賓的同時也複製 引導大家更加積極地去生產和生物 這幾年我們小孩又大了 生活比較穩一點 以後我們真的還不乾燥 大家自己創業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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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